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皇家加勒比邮轮上弄出了一个用机器人当酒保的酒吧了 用户点单之后从调酒到上酒清洗器皿都完全是由机器人一手操办的 可以大大的节省人力 而现在这家公司又推出了最新的机器人调酒师Nino 它拥有两只灵活的机械臂 系统接收到APP的订单信息之后 两只机械臂就会开工了 加冰混合咬酒过滤整个过程都非常流长 而且它的调酒基本动作是以芭蕾王子 罗伯特伯来的舞蹈动作为基础演变而来的 绚丽感完全不输真人调酒师 据悉这个机器人调制一杯酒只需要90秒 一天算下来那就是将近1000杯 工作效率绝对是碾压真人调酒师了 而且它的头顶酒架里还可以放置170瓶烈酒 用户不仅能直接选择系统酒单里的酒水 还可以自己随意搭配选择就更丰富了 不过人类调酒师也不要太担心自己会被机器人所取代 因为你们最大的优势是可以陪我们聊人生 视频元素来自MakerShaker 用Maxonic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ic创意公园 无人内感受 até 很感兇